欢迎收看校园新闻 我是主播赖亚轩 华语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各式不同类型的活动 今年的主题则是国际美食节 各式各样由外籍学生所带来的家乡餐点 用华语介绍给学校老师及同学享用 每天在逢甲吃进台湾美食的你 想不想也品尝其他国家的美食呢 今天在学校登场的国际美食节 让你不用到世界各地 也可以品尝到许多国家的美食哦 此活动由不同国家的学生 带来他们家乡的美食 品名花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常鲜的老师和同学 现场插满了色彩缤纷的国旗 还有外籍学生用着流利的华语叫卖 他们每一期都有一个这个活动 那这次的活动就主要以国际美食周 作为那个主题 总共有十国的一个这个各地的美食佳肴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能够用他们所学到的这个华语文 然后去介绍他们的这个饮食的一个特色 法国的薄饼 泰国的葱饼和泡菜煎饼 一道道令人垂涎的美食 不只吸引了台湾的学生 也有许多没有摆设餐位的外籍学生前来参加 可见美食的魅力是不分国家的呢 今天的越南啊 这个 嗯 潘那麦啊 这别的国家的这个时候 我以前没看见 只有看的时候 很高兴 看那个圆圆的 然后看起来很好吃 然后就有点辣辣 而且大家都泡菜 我就喜欢吃泡菜 藉由品尝美食来学习不同的语言跟文化 不但能让学习变得更轻松自在 还可以一饱口腹之欲 是不是有意义也很有趣呢 冯甲新闻 乌冠真 陈晓凡 采访报导 你是个爱面子的人吗 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保养品 哪一样才是适合自己的呢 亲善志工队邀请到知名艺人何嘉文 教你如何保养肌肤 当化妆已经成了基本礼貌 如何照顾饱受摧残的肌肤 是每个人都在意的事情 亲善志工队邀请知名艺人何嘉文 在本校举办越不景气 越要美丽的讲座 和大家聊聊保养的问题 那养化压力你们可能 应该有听过 其实就是老化 我们从小时候出生一直长大 其实就开始在老化 很多人就开始讲 不管是可能女性 女生朋友 25岁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在 走下坡的老化 在讲座一开始 何嘉文老师就发现适合不同皮肤的乳液及问卷 也让平常没注意到自己皮肤状况的人 仔细检视自己的肤质 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络 同学也踊跃的回答问题 老师现场征求了两位模特儿介绍正确的清洁步骤 以及可以消水肿的脸部按摩法 对于还在读大学 正处在青春洋溢年纪的同学们 何嘉文老师 建议大家先做好基础保养就可以了 我的建议其实是因为 就是年轻的同学 其实肤质本来就很好 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太建议 就是非常复杂 或者是非常 太过多的保养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 预算很有限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把钱花在刀口上 那也不用选择真的就是非常熟灵的保养品 因为本身是艺人 演艺圈的环境使他接触保养品更深 甚至从使用者变成了创业人 如果我可以把我接触到的很多国外的东西 然后变成 我们把它转化成就是我们东方人 我们华人 在亚洲很适合用的东西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何嘉曼老师对于冯甲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工作他也时常来到冯甲附近 冯甲附近就是给人家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那个安全感就是你会觉得这里的人很友善 然后你想要什么都有 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养品 即使不花大钱也可以让自己拥有美丽的外表 冯甲新闻 综合报导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赖亚轩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